改善九龍東 我們需要前瞻的視野 這十年來 九龍東的人口不斷增加 已經突破了一百萬 四年前 我已經預測到 人多塞車 將會成為九龍東的嚴重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困境 我一直倡議延長東九龍線的概念 我建議在九龍東山區興建東九龍線 東延半山 橫跨藍田至游騰東 再接駁秀茂平 順利 彩雲等地區 往西延到富山 慈雲山 竹園 天馬 然後連接樂富站 打通九龍東山區的交通網絡 解決交通問題 在郵輪碼頭和觀塘之間 興建跨海天橋 以及興建啟德單軌列車系統 疏渡觀塘市區 九龍灣商貿區的人流和車流 另外 在山區屋苑 架設無障礙行人通道系統 讓市民可以選擇步行上山 下山 達至環保的效果 希望整合所有交通系統 提高九龍東的活力和效率 改善九龍東居民的生活質素 讓我們一起打造幸福東九龍生活圈 我是謝偉俊